這個韓國瑜為什麼讓這個國民黨整個士氣大正呢 因為他們拿下人家會覺得說 這個難以撼動的這個民進黨的執政根基高雄 那說到高雄 很多人呢 過去參加外黨的時候 不是去什麼農事留這個地方 是去勞工工 我們勞工朋友在高雄是大本儀 我們在遊行造勢的時候 勞工工員就是首選之地 對 台灣的民主政治和今年已經差不多六十年了 這樣說到高雄勞工工 現在 去得有夠漂亮 因為我去那邊勞工工工 現在去得有夠漂亮 以前可能不一樣 以前就跟我說就像一個公公而已 但是就是這些東外的人去那 就押一個麥克風 這幾台那個旋轉車 就開始在那裡開始勞工了 勞工的時候外面一定有什麼 民主勞工 開始就進勞工 一邊押勞工就要吃 一邊那個蒜頭就慢慢地聽 嗯 有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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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 如果要的時候 他有頭上豬腳 一碗這樣磅的 剛才都在保利龍 剛才吃 出來外面就是那個東外十字 東外十字 因為民不可以這麼東外 所以民都演的男人 看起來很像那個黃色小說 很像黃色小說 他們就在黨外雜誌 不然有時候會撩 真的喔 那個時候譚白說 從這裡 我們第一次的民進黨 這裡的先勝先賢 那時候圍到台灣的民主的打招 真的是非常地 可以說要給他尊敬 那時候有出一個 那年的改選 民進黨的衝動動員 裡面出一個第一高政 第一高政是北港 我們那個分寧北港的人 因為那個時候剛才嘉義 台南 跟芬林 三個關西 選那個中央立委選舉 結果最高票十二萬 十二萬票 第一高政是怎樣 因為他是德國的普通嘛 對 德國普通很難拿 對 德國普通在第七年 很難拿 所以那時候在嘉義辦 百多場的演講 整個人這樣 揚揚揚揚揚揚 他選舉都不用錢啦 選舉就只有每個六年 六到五年了 那年最高票 六毛路你也看 對 那年最高票 總算是康英宿 康英宿 康英宿十九萬票 康英宿那也是這樣 康英宿 那整個湯 煎到這樣 煎不下去 煎不下去 煎一煎一煎 他都沒在選舉 他都賺錢 都沒你了解 他就是厲害就是怎樣 他在1986年 十二月選調的時候 1987年 1986年 他就去了 縣立法育園 立法育園 立法育園 縣立法育園 縣立法育園後 逛去在某山上 那那個什麼 那那個 老的萬年國代 完結 他就百百年 三月以後 他在中山當中 設一個座社 遊行 遊行之後 整個觀眾帶去哪裡 帶去賴蝦的大福山莊 那那個 老國台都住在那裡 發生激烈的衝突 所以就是 因為這樣 那時候給他訪他 做台灣第一劍感 台灣民主的第一劍型 連王庆對他很好 真的啊 王庆說我告訴你 中泰賓館 他都要請人家 中泰賓館你做你簽 一個月他簽兩百多萬 王庆 想說怎麼這麼大價 這麼大價 兩百多萬 王庆那時候 他都會資助 你去找他的時候 大價錢 最多兩百 小價錢 一定不會 你敢找他 一定有錢就對了 王庆就是這樣 大方好 也是在贊助民主就對了 對啊 贊助 他買了 他也很奇怪 民進黨的台灣 東工 台灣黨工 列入民進黨的黨工裡面 他總要貼出民進黨 他一九九一年 就創一個社民黨 一九九四年 就加入那個新黨 所以一四人都跟黨有關 都跟新黨有關 民進黨也是新的黨 社民黨自己創的 也創的 不然真的也新黨 三個都新黨 所以他這個 比較厲害 不然因為在一九九四年 加入新黨的時候 他總要創五千人 和照三方人 去哪裡 同樣去老公公 行動 要去到我們高雄的民主聖地 對民進黨那些人 當然這怎麼 這口氣趕不起來 你來五千人 我來穿他 幫你包圍 身材幫你翻倒 好 那麽不得外國一段 就造成流血衝突 真的耶 那時候大家為什麼對政治那麼激情 對 到現在也是都這樣 其實我們大陸 平常都沒有三個問題 你知道嗎 如果選舉到 藍綠歸對的時候 藍綠對決 藍的 藍到連綠色的蔬菜都不吃 真的 綠的綠到人抽出來寫都是綠的 連內褲都穿綠的 真的就這樣子 那他叫八百年他怎麼買 他買了他叫七年去行動開讀 開讀之後他就開始提出政黨 開始去學藝經 他去北京再教藝經 那麽其中在對國際當中 來開台灣民主以後 覺得說有一個黨很特別 那就是什麽 國民黨 國民黨過去一黨執政 應該煞得要給他們 為什麼國民黨在這邊 一直不斷的變形變形變到現在 居然又有機會拿回執政權了 這怎麽回事 我跟妳講 去年11月24號 九合一大選 之前14天 國民黨在中央黨部做了一件事情 什麽是 他們後面有一個大水池 是 那那個水池幾乎是荒廢的 他們把它全部整修好 整修得這麽漂亮 國民黨不是很窮嗎 居然還有錢整修水池 噴水池還OK啦 噴水池之後 把魚放了131條進去 注意喔 投票前14天 為什麽這叫風生水起漁火 放魚 韓國魚 就火了 就火了 所以放在這裏 好 我告訴妳為什麼放131條 對 我特別請教過正義老師 他說 注意看 1 3 1 兩個1中間夾個3 這3是絕對的3 1生2 2生3 3生萬物 所以3是最大的一個數 是 它可以生萬物的 所以用131 就是有意義在裏面 當年2006年 馬英九把中央島布搬來這邊來的時候 這池裏沒有養魚的 這養烏龜的 養烏龜 養了八隻烏龜 你不要看喔 乖乖的 他說龍是王對不對 對 在中國裏面 占卜都是用龜甲的 對 因為龜也是王的象徵 龍跟龜都是王象徵 所以他養八隻龜 所以2008年馬英九就當選了 那為什麼後來國民黨啪一下就垮這麼嚴重呢 八隻龜後來死了一隻 死一隻剩七隻 趕快再補嘛 沒補啊 一隻沒補啊 馬英九大概不太信這個是不是 洪秀座啊 趕快把他那個象龜拿來 好大一隻來補 還上了新聞 但那象龜是陸龜 不複生水起的 不複生水起的 八個龜 死了一個龜變七 哎呦 七零八落 哎呦 七零八落了 天啊 所以國民黨 後來到那個朱立倫選總統就變七零八落 大半 好 但是事實上這個大樓是不好的 第一個 他是陸衝 龍江路就從他那邊衝了他的右邊 右手邊被陸衝 第二個 他這個方位是往東北這邊偏十度 在方位上也是不對的 第三個他對面修個青大樓 這避雷針 一針刺向他的 刺向他的左邊 這樣子 路衝刺向他的右邊 這個避雷針刺向他的左邊 所以國民黨你注意看 他的右邊一定有三個旗 跟一個樹在那邊擋住 然後注意看 朱立倫選總統的時候 在樓頂上搞了三個旗 掛在什麼地方 掛在最左邊 這三個旗是對付他的 對付避雷針用的 對 那這三個旗跟這個樹來 是對付陸衝的 對 所以旗真的有震煞的意味對不對 對 我告訴你 但是奇怪 旗有震煞的意味是不是 國民黨正門有六個黨旗跟六個國旗 朱立倫選總統的時候 突然做一個事情 我到現在不明白 也可以請正義老師來講 他突然之間拿六個盆栽 這邊六個盆栽 把國旗跟黨旗全部擋住 為什麼要擋住 不知道 後來聽說 國民黨前面有兩個大十十字 看到沒有 對 聽說朱立倫選總統之前 十字列了一下 七零八落掃一跪 所以那次朱立倫選總統那一面 那十字現在補老沒啊 就大敗給蔡英文 對 所以可見說 花了這麼多精神去搞風水 還沒有把它搞過來 不然你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說 總統府常常有大型的抗議活動 對 但是很奇怪 台北市政府比較少 是為什麼 好像也有原因 叫做陰錯陽差四個字 怎麼說 各位仔細看 總統府 他面對的是什麼 是四條大馬路 忠孝仁愛等 這一些像四把劍 他穿向了總統府 對不對 就是說 總統府經常會有抗議 就有四把劍 往往就會射向總統府 那抗議的發源地 各位想想看 都在什麼地方 不是在國父紀念館 不是在國父紀念館 那個地方 中正紀念堂 就在中正紀念堂 他兩邊 就是兩把劍 配合仁愛路跟信義路 等於是四把劍 所以總統府他很容易受到抗議 其實台北市政府 他過去在北門路那邊 不是沒有發生重大的抗議 你看 從現在北門路 現在就在鐵路紀念館那邊 鐵路的 就在北門路那個附近 那個地方過去呢 也經常發生抗議 或者經常發生車禍 那個地方非常著名 那自從搬到了現在市政府 華納威秀旁邊的市政府以後 各位曉不曉得 為什麼一點抗議都沒有 那邊其實很好抗議 地那麼大 地又大 對 然後前面又有廣場 逛完還可以去逛街 逛完可以逛街 然後那個地方的冷氣 那又吹得非常強 但是為什麼沒有 原來阿扁擔任台北市長的時候 別人要送他一對獅子 各位要注意 中國古代是沒有獅子的 那對獅子的很多的印象 印象都是想像出來的 一直到漢武帝 貴莊帝國送了一對獅子 給漢武帝以後 所有的關牙的前面 他為什麼不弄虎啊豹啊 他要用獅 因為獅子威猛 所以叫做鎮獅 鄉鎮獅的鎮 獅子的獅 這種鎮獅一擺在那個地方 中國所有的衙門前面都有一對 鎮獅 結果你知道嗎 阿扁擔任台北市長 別人送給他的不是鎮獅 是什麼獅 鬥獅 所以他那個造型啊 跟一般的 跟一般的鎮獅是完全不一樣 各位仔細去看 到台北市政府看那個兩座 白的獅子 白的獅子呢 它那種造型不是鎮獅 鎮獅的話是代表 天那個 代表就是法律平等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 所以他那個法是持平的 一條線是平的 可是呢 你只去看那個鬥獅 那個鬥獅他看你的樣子 他就想跟你打架 所以那個獅子放在那邊 一放以後啊 說也奇怪 那裡只發生過一次的抗議事件 那阿扁就馬上成立 那個地方是全台灣第一座 叫做自由廣場 就是乾脆讓你演講 以後你不要來遊行抗議 所以台灣第一座 隨便你來講什麼就沒關係 對 我就沒氣了 對 台灣第一座海德堡的辯論場 就在台北市政府前面的廣場 那前面那個廣場呢 就是鬥獅 他是寧可讓你鬥 但是你也不要來遊行示威 你就是辯論完了 你各自散去 所以阿扁那個時候 大概他也不知道 那個不是正師 是鬥獅 他就把它當作正師用 結果沒有想到 陰錯陽差 是 讓台北市政府 成為了一個幾乎等於一個 遊行示威的絕緣體 是